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刚刚的程式码 这样子撰写 想请问一下 好吗 因为当我这边 我确实是有很多很多格 没错 但是有些根本就是 不需要去做固执贴上的 你看在这边 这是不是代表说 这个产品没有人购买 所以我需不需要把它贴到这边 需不需要贴到这个地方 不需要 因为没人购买 你根本就不用去算 没人购买的清单 因为这个清单 我们是准备要跟人去收费的 这个你根本就不需要 跟对方去收费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 再把我们刚刚的程式码改写 改写什么呢 我的思考点是这样子 这边是 如果他不等于100的时候 他去执行这些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再多写一点 就是说 不等于空白的时候 去执行这些 那意思是不是说 如果等于空白的时候 我就只要做往下一格就好了 我不要去做什么复制 这么多内容 我再讲一次 我的一个策略是这样 这样可以大幅度的提升 因为不是每一个产品都有被销售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的思考点是这样子 这边刚写了一个就是说 如果不是100 我就去做这些复制贴上的动作 那如果 如果他是 现在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如果他是空白 如果他是空白 我就只要让他往下跑一格就好了 往下跑一格会不会在这边 因为这边注解好了 所以很容易去写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多写这一个 如果是空白的时候 空白 只做什么事情 只做下一格这件事 就是如果遇到空白 我只做下一个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写 if 作用中储存格的内容 如果等于空白 对不对 如果等于空白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是不是 就去做 做什么 好 就去做 往下复制一格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 回到左边 回到下面 所以 往下移动一格 所以往下面移动一格的话 那就是 列 增加一 然后 蓝 不变 所以这边应该是一 这边应该是零 这是我现在游标所在的那一格 假设是那个 i2 i2如果是空白 我就自动 往下降一格 然后呢 然后呢 重新去呼叫 呼叫什么 这一个 sum listi 可以吗 多写这一行 多写这一行 它可以让我们 速度 那个运算的效率会整个提升 好 我们关掉了 我把刚刚data这边全部都先删掉 你看这边是不是一堆空白 一堆空白像我们都不做了 好 尤其哦 这个效率会在什么时候产生 尤其在后面这些地方 这些格子几乎都是空白嘛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游标现在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聚集 然后执行 等一下 data要放在a2 然后聚集 执行 有感觉比较快了吗 现在已经到了78 我们这边记忆体的问题 我在家里早就跑完了 好 等一下哦 在这个地方 这个 data 你看就没有那些空白了 对不对 这才是我们要结算的部分 你要卖出去 我才能跟别人收费嘛 所以要变成是这个样子 这样知道我在写什么吗 等一下我在i栏产生 然后这一栏 k栏 这样子去一路产生才会比较正确 好 那就其门在改写程式嘛 让我们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不去跑那些空白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